而美国其中选举结果如何呢 目前参议院的部分确定是民主党拿下 至于众议院的部分 民主党获得204席 共和党比较多 有215席 两党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过半 共和党如果要拿下还要再三席 那么州长的部分 被称为是女版川普的共和党籍 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雷克 现在被各家媒体预测 他以微小的差距 输给民主党的州务卿霍布斯 这是不是象征川普输掉了呢 一起來看 前电视台新闻主播 号称是女版川普的雷克 以微小差距输给民主党 亚利桑那州州务卿霍布斯 美国其中选举亚利桑那州州长 选情焦灼 美国各家媒体预估 民主党的亚利桑那州州务卿霍布斯 将胜出又几百亿名共和党大将 等于粉碎这一股红色浪潮 共和党选得不如预期 现在党内出现内候 参院少数党领送麦康纳被指责是选战战犯 不过也有人直指川普 不过川普恐怕不在乎批评 而且就算红朝没有出现 也想参选 川普顾问表示 川普可能会在15号宣布再度挑战总统大卫 华时新闻综合报道